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要聊到行政院长卓荣泰这个部分 因为今天下午在立法院是要做朝野协商关于总预算案 但是在朝野协商之前 行政院长先发文用点菜说来形容总预算案卡关 而且有人就说了是不是被卡要倒戈解散国会呢 兰尾要卓回自己下台 因为他在脸书发文用餐厅点菜来比喻 提到说餐厅可以决议把我赶出去 有人就认为了他就是在暗示 如果你们不行就把我倒戈啊 等于呢他可以请总统解散国会重选 之前才威胁要视线 现在又说他要倒戈 有人就这个网友就在讨论了 能让现在的行政院长都这么硬吗 那么轰绿营向倒戈占尽天下便宜 谢龙介说要就总统立委一起选重选一遍 那么在野党是多数为什么要倒戈 如果要重选可以啊那总统立委都重选 执政党是少数要大家重选 总统又要继续做 哪有这种天下便宜都被你占尽的 输了就认了吧 他说总统大选的时候赖总统值以40%当选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但是现在倒是有很多的讨论认为 是不是总统的同温层都出来了 那么有人就说有人只想翻桌咆哮而已 根本没有打算吃饭 还有人认为这个卓院长辛苦了 千万不能退让否则他们就会实随之位 甚至有律师直接讲了 宪法法庭被瘫痪 总统封起来就可以按自己的判断 决定要不要公布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这样当然违宪 但是宪法法庭已经瘫痪 结果就是总统觉得蓝白法案 违宪就不公布 总统变成大法官 网友就说那你干嘛管什么法案 直接戒严吗 那么先入警局状态 动用军队进入立法院不就完美了吗 那么现在有人就认为总统已经换起了他的同温层 但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有人认为这总统最大的敌人 民众党似乎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尤其可以看到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正在积压经见当中 但是他的爸爸柯成发 传出在家户病房命危的消息 那么呢民众党也证实了上周五 柯文哲获准带着手铐前往台大医院探视 而且交由律师提出申请 但是有人说这个讲法很多人都觉得说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呢包括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就说了 柯爸已经住进家户病房 但是他并不知道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 他就说绝对不让民进党得逞 他认为这个国家执政党压人取共 压他哥哥他必须要独自灭对他爸爸的生命 绝对不会屈服于恶势力 这一生也不会让民进党得逞 只不过在民众党里面呢 光是这个柯爸的说法就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 我们现在也要看到 一开始呢这个蔡壁如是证实了 柯文哲去探望了这个柯爸爸 那么李国璋呢被打脸造谣真可怜 因为李国璋先跳出来说 柯文哲因为司法破坏被羁压 柯爸爸现在甚至连病情的话 住进家户病房 两个人都不能伤肩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但是蔡壁如马上跳出来就说 不是18号应该是半夜 柯主席就有去看爸爸了吗 是因为心肌梗塞病情恶化才就医 目前在加护病房 但是蔡壁如又报说 有人呢 带这个柯爸爸的病例给柯文哲来看 没想到今天民众党呢 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跳出来 他就讲到了 积压期间不能通信通讯 所以这个讲法是错的 根本不可能做这种违法的行为 有人就说了 一件事情怎么有三种说法 网友就认为 难道总统出手真的是把民众党打趴了吗 那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柯文哲又陷入另外一个冷钱包的争议 林传媒说呢 简连呢 掌握了 就柯文哲有一个冷钱包 目前正在破解当中 如果取得关键惊要的助记词 那么就可以上这个公链 比对虚拟货币交易记录 是不是跟汇款有关 但有人当然就是问北简了 他们说无法证实 无法评论 但是民众党就直接讲了 到底这样子虚无有的传言 何时才会报修 如果真的有冷钱包 早就应该被搜索 早就应该被破解了 哪轮到现在还出来放风声呢 那么还原柯文哲的USB事件情况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自报 当天问了一个不认道的问题 他说其实在班机的座位上 吴宗献是坐在他旁边的 而柯文哲旁边有他自己的随护 没有所谓什么爆料吴宗献跟柯文哲 在飞机上交谈的事情 他说柯文哲跟吴宗献说 很担心检察官把东西搜走之后 直接断章取义编故事 所以自然会谈到USB跟手机证物 但是没有担心USB被破解这件事 就连国民党另外一个立委 黄建豪也站出来 他说从机场到公计会的车上 吴宗献就是坐他旁边 吴宗献也能拿出证据澄清说 我真的是没有跟柯文哲 谈到这件事情 但是网友就说 怎么民众党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讲清楚 让反而整件事情 好像越来越模糊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卓院长讲的这个点菜说 你听得懂吗 那不重要 是赖清德下令 又不是他讲的 赖清德就是坚持 总预算不能重编 就是这个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 卓榮代怎么绕都绕不出来 卓榮代已经讲过很多 似是而非的法律解释了嘛 根本都不成立 他说怎么可以加预算 这个又不是预算案 这个是法律案 那因为他要这样搞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倒戈 就是不信任案 那如果不信任案通过 就可以解散国会嘛 就又重来了 那重来是立委在选 跟赖清德又没关 那所有的人都知道 是赖清德在搞政治啊 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左龙代如果要上纲到 宪法之争 那我讲白了啦 那那个蓝白就结合得更紧了 因为他们要捍卫的叫立法权 那左龙代要捍卫的叫行政权 那这个怎么有妥协余地呢 就一个就觉得 你这个如果让了我 行政权就被吃了 那立法权也会这样认知啊 如果我通过了法律案 你还可以不接受 那后面还有一个更大条的呢 叫财政收支划分法 对 财化法 对不对 他要从七三改为六四嘛 这个一休 中央就少了将近两千亿 那你怎么可能遵守呢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目前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摆明的就是江柱啦 这个没有空间的啦 因为我跟你讲你本来 本来是说哎呀这个 我就用二倍嘛 第二预备金 对 或者用圆明会的基金 我们就把那十四亿给补上 因为你本来意思也是四万嘛 那下个会期你再把预算补进来了 这样子 这样大家就戳掉了 就瞧一瞧就好了 偏不要 偏不要就是说 你就是要来印的嘛 就是我不要编啦 你要怎样 我最多四万 坦白说他也不能用四万 请问你的法源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三万就加四万 你行政院可以这样给钱 不行啦 这也是违法的 而且我跟你讲 民进党这次特别没有正当性 因为金树梅跟国民党的提案 的版本是五万 提到六万的是陈盈跟武力华 是民进党的版本 那金树梅他们是觉得高金 高金他们觉得你要提六万 我们都跟进 是这样通过的 而且当时民进党的党团 也没有来表示反对 后来行政院也没有提复议 对 是这样的状况 我跟你保证这个提到宪法法庭 你不会赢的啦 因为这个并不是像 上次那个国会改革是 一翻两叮演 就是对决嘛 对 这个不是 这个是你们民进党的版本 你还要说违宪 根本就不可能赢的 如果宪法法庭这样的案子 还判违宪 那我觉得我们宪法法庭 真的可以关了啦 那你就变成你就是完全就是政治民进党的外围嘛 你是外围团体嘛 那我觉得你也从这个案子看出我们这个体制的无奈啦 就是说如果一个总统发痕啊 明明就是他在做决策 那因为行政院长是他的幕僚长啊 不敢讲话 然后立法院党团 这个总召啊 柯建民 他也不敢讲话 因为赖清德现在权力已经大到 随时可以把卓龙奈跟柯建民换掉 结果既然我们的司法院也不敢讲话 这太离谱了吧 事实上 司法院秘书长只要出来讲个话就好了 他说这个案是法律案 你送宪法法庭我们不会收 不受理啊 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司法院的尊严都不敢捍卫 非常可悲 那你这样的体制怎么弄啊 总统躲在后面 大家又碰不到 行政院长 民进党的立院总召 还有司法院都不敢讲话 那就继续讲下去啊 那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 那就不要审没关系 你们去忙法律案 反正大家还是可以来搞法律啊 那就一个案一个案给他过 财政收支划分就照6比4啊 都过嘛 那反正现在没有省预算案 那时间多得很啊 赶快提出修法版本啊 以前没通过的修法 现在都拿出来修啊 对不对 不然你还能怎样呢 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扯到 行政权跟立法权对立了 这没有办法朝野协商了啦 就跟那个国会改革案一样嘛 对 你如果扯到这里 就说你没有听政权啊 你没有调查权啊 这怎么讨论啊 这没有办法讨论了啦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 兵哥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点菜论 甚至说现在民众党因为随着这个主席 柯文哲挤他进见之后 好像有点全龙无首的感觉 卓龙泰这个点菜论根本就乱写一通啊 老实讲他把自己当大爷 他以为是他出钱来吃菜 他可以点菜什么 你搞不清楚状况 请问一下钱是谁出的 是纳税人出的 所以不是 这个吃菜的人不是你 是全国国民在吃这个菜 立法院端出这个菜 你是负责干嘛你知道 行政院干嘛用啊 行政院是快递外送 你是个外送员 你现在想要偷吃这个菜 你以为那是你家的菜 搞不清楚状况 但卓龙泰现在 就是硬拗嘛 我就跟你硬拗道理 然后他还摆明了 就是有种你们就来倒阁啊 那但是这一档为什么要上这个档 为什么要去倒阁 莫名其妙 倒阁了能改变什么 什么也不能改变 倒阁对赖星德一点影响都没有 还是重新再来一次啊 反而这些明代要重新再去选一次 那冒这个风险干嘛 有种你解散国会啊 有种你就说 你不是要视线吗 你去视线啊 我跟你讲 卓龙泰不敢视线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视线 他们自己会很穷啊 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卓龙泰自己是学法律的 所以睁眼缩瞎化到这种地步 但我就不懂了 为了要当个行政院长 有必要把自己做的这么low吗 丢人现眼到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了 民党现在就是吃了趁多铁铁铅跟你凹 跟你打到底 所以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就没有什么好讲啊 既然你们一点都不愿意退 连基本的法律都不愿意遵守 那就没什么好讲 就是跟你干到底 没得退嘛 因为在党现在只要一退就完了 一退整个士气都散掉 民众也不会支持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大家都觉得 他们都已经做到这么up啊 你还退 那以后你们一定打不过他 那还干嘛 因为以后他每一年都给你来同样的招数 求你怎么办 所以没得退了 那就大家都不要审 我们就这样啊 就这样 我们大家去审别的法案好了 我觉得OK啊 那至于民众党 民众党老实说啦 现在民众党 我不知道 你们每一个人都去报这个消息 到底要报几点钟了 我不知道 柯文哲去看他爸爸 就去看嘛 这人之常情嘛 这没什么 这有什么好爆料的咧 你就去看就去看啊 然后这种时候 能够不多说话 就不要多说话 民众党现在麻烦事还不够多吗 你们一件一件 大大小小事件被人家露出来 连个薪资都可以福报滥报 然后还得意洋说 我们不只福报滥报 我们还有短报 你有毛病啊你 是怎样 生怕人家没查到是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个党到底在干嘛 你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量少说话 赶快趁别人还没有报这些 把你们党内所有的问题 全部把它查清楚 让整个党回到正轨 然后你们要做到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你要先预想 柯文哲这个人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未来 他就算未来交保好了 或是出来 他也要打他自己的官司 他没空再管你们党务了 所以你们要预想到柯文哲就是 你顶多把它尊个荣誉党主席之类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打拼 你们党内组织要怎么改造 怎么样让民众党整个走回正轨 这才是民众党要去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民众党就玩完了嘛 虽然今天台湾民调查基金会显示 民众党的支持度好像没有掉 但是我跟你保证 他也不会上升啊 就这么简单 他就是这样啊 就那百分之十一十二人 非常死忠的人 他就屌在这个地方 那请问一下 民众党未来不要发展吗 你们就永远这百分之十一十二就够了吗 而且 现在是柯文哲还在里头 很多人认为他是冤枉的 那万一将来被判刑了你怎么办 我跟你保证他如果将来被判刑 一定还会再掉 这是必然的嘛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现在 我一直觉得民众党你们总共才几个人而已 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沟通一下 蔡壁如啊 陈志涵啊 或是其他的这些李国璋啊 你们统一一下口径 对我来讲话 很难吗 你们彼此连打个电话都没办法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众党 如果您这种基本的事情都搞不定 你们未来你怎么这个党继续走下去 我真的看不出来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严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想第一个 就是民进党常常提 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 民主啊 自由人权 这些是好像是接轨的 但是民主政治不是只有选举 台湾选举大概没问题 各个政党可以就是自由竞争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有一个法治嘛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最糟糕 这就是法治的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倒戈 如果今天民进党敢不敢说 我万一选出来 我还是少数 我就全部让执政党 就是让反对党来当行政院长 他如果这样子 我觉得我愿意接受他这样子 他如果选完以后 一看又选输了 还是少数 那还是继续这样子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不能你今天要提 说好解散国会重新来过 那就是你去要求选民 说给我一个多数 但是万一选民不给你多数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个脸说 跟这个选民讲说 对不起啊 如果没有多数 我就让反对党执政 国会的多数 我任命国会的多数做行政院长 要是你有这个guts 我觉得我很支持你解散国会 如果你连这个guts都没有 对不起 我觉得你就是在拖时间在玩 那卓龙泰我也觉得是蛮可惜 就是说 他应该算是比较 这个冲突性比较低一点的 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结果今天被你赖清德这样弄一下 那你今天还要再找谁 够资深 然后又没有这么冲突性 过去我们知道 树生昌冲冲冲冲 那个时候民进党有多数 你就没有办法嘛 他可以这么做 可是现在你是已经是少数了 我看到他想说 好像少数他找了一个 左龙泰可能可以比较圆融一些 就没想到你这个背后 这个指导其一路下 像他你浪费掉一个 左龙泰这个长期培养的一个 这种比较能够跟各方 打交道一个人格 现在他的这一点的资产也没有了 那我觉得你下面再找谁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胜任 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民众党 我们刚刚提到民进党 我希望看到民众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你现在暂时先不要去管柯文哲 你们自己在立法院里头 好好把法案这些 刚刚亮哥也讲了 拿出一些成绩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即使今天倒阁了 或者说今天解散国会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民进党 还是一样会是一个少数